恭喜我们师长郑文燦郑师长 致死祝贺 新三世主持会前大法师 中国佛教会 我们的这个推动 我们佛教的各种事务 带领佛教界 跟政府沟通 金奥大法师 朱山长老 法师张老尼 还有各位 父子新三世佛教的空中大学 那我想 这个台湾的佛学 那么已经有 这个数百年的历史 那么可以 也是我们台湾 宗教文化的传统 那么我们人有很多的 偏执 执念 贪欲 各种被遮蔽的 透过佛学的启蒙 让我们打开 那我想台湾的佛学 渊远流长 那虽然有不同三门的差别 但是都是一样的 那谢谢金奥法师 特别提出了 这个宗教能够自主 宗教能够共荣 这样的想法 那我当市长以后 他很多次来到了桃园 或者在中央表达了意见 那我一直认为 佛法跟人间的法律 不是对立的 要相容 所以惠间大法师跟我说 他接下来 这个宝刹 还没有把那个行做出来 那希望能够完成 那民国103年开始 他就发了这个宏愿 刚好就当了市长 那我跟他说 这个我来协助 完成这个愿望 所以我们从宗教事业的 这个提出 到土地的变更 那么一关过一关 这个终于到现在能够动土 而且是完全走合法的路线 我们要给惠间大法师 跟所有的 护法的十方大臣 掌声鼓励一下 那当然 这个 佛法在人间 有在乡村 有在城市 有在名山 也有在偏乡 所以如何让 每一个 这个宗教 或者 寺院 那包括新三四楼 本来旁边有一个 新路的第三公墓 那我们完成了千千 那希望能够把这个第三公墓 成为公园 那我们这里也有很多的 休闲农场 在周边 我相信 这个喜爱佛法的人 来到这边 不只是参拜 那么也可以获得 这个佛法的祈 那所以我想 这是一个伟大宏业的开始 那这个 我们新三四重建 一定可以很顺利的完成 当然我们桃园跟内政部 也一定会充分沟通 希望桃园的好的做法 那内政部也能够接受 这要靠我们各位大法师 跟我们的金耀理事长能够带动 他因为跟政府的沟通比较良好 能够把我们的这些 这个不管是佛教或其他的宗教 该有的这个地位 该有的这个保障 能够充分的 让佛法跟人间的法律 可以相容并存 敬祝今天的 这个非常殊胜欢喜的 这个开宫典礼的圆满 那我们不久的将来 一起再迎接一个新的 新善事的启用 谢谢